不过真的是遗珠之害 来看金萌奖入围名单出炉 被视为影后遗珠之一的徐若鲜 去年演出这个人面于红衣小女孩外战 而且精湛的演技呢备受肯定 这回他出席了活动 谦虚的说不在乎能不能够得奖 只要不被演艺圈给淘汰 中天城报定来关心国际焦点 西班牙巴塞罗纳的机场 发生了好几百人示威暴动 几名对峙冲突 群众呢阻挡机场进出 连外道路大排长龙 大约有108个航班通通都取消 好几百人朝警方投掷了石块跟垃圾桶 几度为了突破警方封锁线 进入航下都遭到了警方冲锋对抗 西班牙大批支持者 则是支持独派运动的群众 为了抗议最高法院秋后算证 将九位的独立运动领袖 判处最终13年的徒刑 在巴塞罗纳普拉特机场来示威 警兵冲突持续的升温 演变成暴动 阻挡航下进出 造成108个航班被迫取消 很多人可能相信 就是呢一旦台海有事 美国一定会持援台湾 不过美国在叙利亚北部背弃 酷德族民兵惨剧 却可能改变了某些人的认知 来看华府特派曾国华为您整理的世界大事 全团队在天三位大将来担任副总盖世 包括呢其中是前台北县长周锡伟的加入 另外呢还有拥有财经专长的两位人士 另外呢全台帕发手的行程 他将在19号20号到台南去哪些地方带您解明 台东县环保局曝光今年取缔 随意丢弃废弃物统计资料 截至今年9月底前总共开罚了304件罚金总额 大约365万多 其中检举的是有2919件 他发出了检举奖金210万余元 最新的连线焦点来关心台中市雾峰之间民宅 惊传了火警 火势很猛烈 而且延烧迅速 延烧波及了三户民宅 所幸住户都及时逃生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如何 我们刚把时间连线严禁语 来告诉大家